偶像请回答 你问我来答 大家好 我是沈月 从小悠这个角色跟沈月有什么区别呢 沈月没有她们不衰 如果Gili的CD发糖 你会有什么反应 看到了 这部剧的一个好评和一个恶评摆在你面前 你会先看哪一个 先看好评让自己开心一下 再看恶评让自己清醒一下 什么视频对你来说是完全不想面对的 就那种本来看着很搞笑的一个视频 突然冒出那种恐怖的画面 我就会直接把手给人跳 没有例如 后期君也不敢看 你觉得当艺人最快乐的事 艺人最快乐的地方 可以有很多紧张刺激的瞬间 不管是录节目还是拍戏的时候 你就会感受到自己心脏 恐怖的一只跳 天零五百万 换你一个月不许玩手机 你愿意换吗 他很愿意了 为什么不愿意玩手机 我的手机又卡又敲 那我想等新款出来再换 然后这话我已经说了两天了 你聊天的时候是分段式聊天 还是大段式聊天呢 分段式 几个字几个字的 最近喜欢用的表情包有哪些 就是那种黑眼圈的狗 什么样的表情包是你看到 马上就会保存的 能代替文字的表情包 这样我就可以少打电影 然后又比较有意思的 黄文山的对清天零是什么 雷花大王 你觉得自己是个双标的人吗 不是 我能允许自己不那么整进 就是允许自己拉开电 但是别人不行 平时都看哪边海域往上冲浪 淘宝和飞站 最近的购物车里 种草了 但是还没买的东西呢 就是一些 一些那种厨具家具用品 又没回家 所以买了也不知道干啥用 就还没买的 放假了在那里 买过的最后悔的原物品是什么 那种粘土 可以自己捏捏捏 如果把这个东西 送给身边的一个好朋友的话 会送给谁呢 因为我发现是 他那个特别想要 而且送给他 我又不用游记 看自己照片的时候 第一眼会观察哪里 色调 平时拍照会注重哪些方面 不要摆拍 然后滤镜好不好看 怎么样才能获得一张 和沈月一样的日系风照片 就是摄影师来把控 我觉得摄影师要非常的了解你 然后你也非常信任摄影师 然后你们两个可以变往原台 打开你的最近删除 最多的会是什么样的照片呢 应该不是照片 应该都是一些视频 就是拍戏的熟录的监视器的画面 不要占内存 所以会生长